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今天來到哪裡? 奧地利的維也納 今天教大家怎麼從機場做交通工具 到維也納的中央車站 然後再到做捷運好不好 現在就教大家來快速的搭乘 包含你要換什麼東西啊 然後你要過關的話 你要往來走比較快 好那我們剛從這個維也納機場過海關 海關就確實如網路上說的一樣 非常的好過 然後呢我們有這個 中華民國的台灣護照 更加方便 因為我們是免身跟國家 我們不用辦落地簽 不用辦什麼簽證 直接想來歐洲玩就來歐洲玩 然後我們剛領完這個行李 現在要去換那個維也納的那個 紅卡是不是 交通紅卡 還有這個觀光景點打折的卡 48小時然後等下要去買票 那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就已經訂好這個維也納城市卡 兩張48小時有沒有 一張65公元 那這個卡的話 好處就是什麼 你在維也納市區所有的公車地鐵 捷運 然後還有他去任何的觀光景點 都有打折跟優惠 那我覺得這比那個維也納城市觀光 套票還要優惠 因為那個寒貴 而且你不一定每個景點都玩得到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買車票 等下要去維也納市區好不好 好這代文這英文 這義大利文 我都看得懂 所以我選英文 好上面這個是機場 這個就是維也納的意思 然後從機場到 維也納的中央車站 維也納的代碼是W I E N 然後 這個中央車站 然後 兩個人 兩個人 Next 現在10點10分 那我們坐10點33分的車 那就這一半 然後 好付款 然後是8.4塊歐元 靠謠 是這裡吧 好車票就出來了 兩張 好不好 然後又找錢 然後這樣就購票完成 然後我們是10點33分的車 RJ640 那是往薩爾士堡 我是不是買錯了 他在2DF 所以我們在那邊搭車 還是這是終點站 我看你我是不是買錯了 RJ640 我們現在上車了 我們現在要前往這個維也納市區 我們現在要前往這個維也納市區 我現在來到維也納第一印象 對維也納是好的 因為剛剛這個在等車的時候 有一個在地的阿公 他感覺我們會坐錯車嗎 然後他就過來跟我們講 雖然我聽不太懂他的意思 因為德語腔蠻重的 反正我最後還是理解他就是 怕我們上錯車 然後幫我們看車票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有多遊戲 然後上車之後 上來之後 然後我看到人家有困難 我去幫他搬行李 然後他一個阿嬤 他也反過來 也幫我一起搬行李 就是目前來說 冰印象也是好的 人之間會互相幫忙 那這一點是蠻友善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前往 維也納的市區 走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 維也納的中央車站 非常的近 機場過來大概10分鐘左右就到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搭一次捷運 給大家看好不好 走 捷運就是這個U1 我們現在要搭U1 到這個很有名的那個教堂 叫看一下小超啊 有點忘記了 聖史蒂芬教堂 我們今天住的民宿也在那附近 鄭史蒂芬教堂他也是那個 舊城區的市中心 好 那我們準備坐地鐵 前往那裡 這就是沒有買套票了 要排很多隊 還好我有買那個 維也納紅卡 好 這個就是打卡 有沒有 現在開始就可以 無限48小時 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爽位置 好 我們到U1地鐵站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搭這站 S T E P H A N S 有教堂的這個 我們現在要搭到這站 地標 威娜的地標 大地標之一 其實歐洲大部分的地鐵 都是沒有這個驗票人員 就是偏良心啦 偏良心 可是如果你逃票被抓到 就是罰8倍到10倍 所以不要以三四罰 好不好 這邊就是 其實蠻奇怪的 歐洲這裡很多這種爬手 然後今年還沒有驗票的這種機制 不過這樣還蠻不錯啦 以信任為這個基礎 發展這個社會 好 現在教大家怎麼買威威娜的交通票 如果你沒有買威威娜紅卡 你沒有買威威娜的官方通行證的話 那你必須就得買威威娜的交通票 那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買 這個交通票包含了捷運 包含了輕軌 包含了公車 你一買就可以做這三樣交通工具 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玩啦 首先 打到這個機器 然後點Fight 點Fight之後 你發現你看不懂之後 再點英語 這樣你就看得懂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操作吧 先點這個義大利文 我看不懂 點英文 這是一個人的票 單程的 這是單程的喔 一張兩張三張四張 單程2.4塊 然後這是週票 然後這是觀光客的 小時票24小時48 小時72小時 如果你要在這邊待比較久 就買這個 比如說你要買48 就點進去一張 然後按OK 有沒有 然後你就可以刷卡 或者是投現金 然後投在這裡 鈔票 印幣 信用卡 Visa 然後他就會自己掉錢下來 還有掉東西在這裡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教大家怎麼 搭這個交通運輸工具 到魏南市區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們 然後我們主頻道社群日記 以後只會專門講 十四日期 然後這支影片專門講 旅遊美食還有音樂 下次見拜